哈喽大家,我是陈浩铭 我是陈浩铭 我是浩南各自浩南 我是陈光芬 我是马德忠 我是洛达华 我是林洋 我是李贤生 我是高虎 我是湘海人员成东 祝英王体育的朋友们开心快乐 我祝福英王体育的朋友们 都红红火火 红红火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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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祝愿你们都能够在 英王体验精彩人生 体验精彩人生 体验精彩的人生 恭喜恭喜 Hello everyone 欢迎关注卡卡足球解说频道 我是主播卡卡 我已经这个从事足球解说行业 已经三年之久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希望大家多多能关注一下主播 咱们这边会每天带来这个足球赛事 篮球电竞等等一些赛事推荐 大家记得点订阅哦 牛卡在比赛中3比1领先 胡尔城球员大卫梅勒 为了尽快拾起滚到牛卡技术区的皮球 先是用手推散了阿兰帕杜 这引发了后者的不快 在梅勒捡起球将要发出时 他上前用头顶撞了梅勒 赖特 当你看到这个场景 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真正的苏格兰投机 对于帕杜来说做出这个动作很是奇怪 我认为他的确是想给对方一个投机 但他没意识到场合不对 记得下方点赞关注评论 我们这边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复 谢谢 thank you